Coffee是一隻會想辦法控制情緒的狗 蛤?他有這麼聰明? 對 所以人都誤會他 在買這台的時候還沒有Baby 但是買這台的前提之下是 他又願意坐這台車 就是他可以坐在這 然後Baby在這 真的耶 這個是蠻大的一個地方 結果我老公看到了這台車之後 他對我講的第一句話是 可不可以小孩放下面 他不放上面 小孩放在這台車上 沒有教不會的狗 只有不會教的主人 從狗狗的角度出發 就知道問題在哪 大家好 歡迎收看熊爸Google 今天就來到我們蔡允潔的家 然後還有我們這個主角 Coffee 這誰 嗨 哈囉 熊爸 你好 嗨 哈囉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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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開心 很開心 這裡你們家的狗狗 我們家不只有一隻狗 我們家還有三隻貓 三隻貓 牠從兩個禮拜還在餵男 就撿回來了 所以牠們是從小就一起長大嗎 這是狗是我養的 這是爸爸的 對 貓是牠的 牠是牠為了前女友買的狗 現在可以講這樣沒有關係 其實都已經想到 一開始我就覺得說 應該不能養 因為三隻成貓 對 真的 跟一隻成狗 尤其又是發豆 對 怎麼可能可以一起 你知道這隻狗 真的是笨到三隻貓 一天就接受牠了 一般譬如說牠這樣 牠這樣然後被貓咪抓了一痕 兩痕 那就知道痛就會躲了嘛 有一天我回家的時候 發現牠的抓痕 大概有八道 牠應該是躺在那邊說 來 來 抓我 來 抓我 你們真的把這個發豆的專長 講得非常的清楚 笨嗎 對 沒錯 雖然牠就算可能被抓痛了 牠會非常直著的想要去跟牠們交朋友的時候 那你抓吧 你抓死我算了 我先說我看到的一個狀況就是 牠有點瘦 牠為什麼會這麼瘦 是因為牠被我老公弄到很挑食 這一碗是誰準備的 好 爸爸準備 你這個大概是 三隻發豆一餐的量 這個肉是什麼 罐頭肉嗎 還是 這是牛排 現煎的 Costco牛排 所以牠很長拉肚子嗎 蠻長的 大概兩個禮拜可以吃 我剛剛拿飼料給牠 牠是不太吃的 對 牠會把牛肉都敲掉 你狗屁出來 但我現在看到這個很大的狀況就是 因為這個生鮮的東西 牠是濕的 跟乾的東西放一起的時候 大概一分鐘之後 牠裡面就開始支撐細菌 又加上牠如果會挑食 像牠這樣把肉挑完飼料剩下 其實那一碗飼料就應該要倒掉 又加上牠的口水 口水都是細菌 然後把肉挑一挑吃完 然後剩下的飼料一些在那邊 牠過一會兒在跑來吃的時候 很可能就吃了一堆細菌進去 當然就有可能拉肚子 牠一天幾餐 兩餐 一天差不多兩餐 兩餐到三餐都可以 我覺得你真的是 四分之一的量 只要有挑食 就是牠只要有好像不吃 或是沒吃完 就表示你上一餐的量胃太多 發豆其實我覺得要改是很快 因為基因就有愛吃的這一項 所以你能夠把牠養得 這麼瘦真的蠻厲害的 可是熊伴牠那麼瘦 有沒有可能是因為牠脊椎的問題 醫生有說 牠有一天一定會半身不遂 但如果真的現在講牠的脊椎有問題 那的確 爸爸是對的 有羊幫 脊椎真的有問題的話 肌肉方面的訓練就要多一點 其實最好就是散步 散步是最好的運動活動 最安全 另外就是游泳 當然發豆游泳就要很注意 因為牠很容易嗆到 所以就必須要去找專業的穿救生衣 然後甚至有保姆在旁邊帶牠游泳 那這樣牠也對牠的肌肉的發育 會比較有幫助 好 那我們往其他地方稍微看一下 這裡是貓咪專區 有有 這裡面有一朵的一隻 對 一隻 現在看到這個飼料 因為對狗狗來說 貓飼料其實比狗飼料好吃 我會建議可以 比如說這個飼料就放在 貓跳得到吃的地方 但是太被碰不到的 可能才會好一點點 你們是住上面 所以狗跟貓都可以上下自由活動 因為牠脊椎有狀況 所以其實你說會跳沙發 可能沙發前面也盡量要鋪指滑 然後尤其牠一開始上樓梯需要一點衝力 所以可能也是在這邊要有這種指滑的 HAPPY 來 YA 樓梯真的走很好 牠走得比你快喔 對啊 HAPPY 上去 這是我們的忘室 平常這個床是牠可以上來睡的嗎 對 可以 那這個呢 小朋友睡這邊嗎 還是遊戲室 沒有 小朋友 睡著 因為現在有家床圍 然後有時候因為半夜比較好吼 所以小朋友會睡床上 然後我跟我老公就會分房睡 一個人陪狗 一個人陪小孩 我們找個地方坐一下聊一下 然後看看有什麼夫妻問題 不是啦 好像兩位對小孩的教養 好像比較沒有什麼問 沒有什麼爭執 反而對狗狗 非常大爭執 HAPPY 太過 窮面 很不見顧狗 剛才說真的你不在的時候 那我們就看到一台 這台推車非常的棒 聽說這個推車還有故事是這樣嗎 在買這台的時候還沒有Baby 但是買這台的前提之下是 牠又願意坐這台 就是牠可以坐在這 然後Baby在這裡 真的耶 這個是滿大的一個地方 結果我老公看到了這台車之後 他對我講的第一句話是 從很多小細節會知道 爸爸在心中呢 狗狗是真的滿重要的 其實也不是說重要 就是因為我覺得狗 你不照顧牠 牠就會可能就 沒有人會照顧 爸爸意思就是說 這次如果牠都沒有顧的話 根本就不會有人去顧了 像妹妹其實如果媽媽 還有甚至其他朋友的家人的愛 對不對 現在小孩生下來了 然後等一下失寵性情會不好 會這樣 我一直都覺得 牠有非常嚴重的分離焦慮症 還沒生小孩之前吧 基本上都帶著牠 不帶會怎麼樣 你現在看到街主沙發 少奶奶呢 故意大玩便喔 牠要再勾勾勾勾勾 到這整組的沙發 每一個角落都是 其實牠沒有憋不住 因為我們出門前 就有帶牠大便釀釀 我們當然不知道 實際的原因一定是怎麼樣 但我可以講的是 一定是 牠不是故意的 讓你們生氣 對牠是一點幫助跟好處都沒有 但我們可以知道就是 一定情緒有一些狀況 就是說牠有壓力或心情不好 其實從我建議來的時候 牠看到我很高興 牠來撲了我一下 以後撲一下 就一下而已 牠就沒有再撲第二次了 然後呢 牠就開始找了玩具 就在那裡咬 包含現在 牠現在找了一個骨頭在咬 已經可以知道什麼呢 知道Tuffy呢 是一隻會想辦法控制情緒的狗 蛤 牠有這麼聰明 對 所以人都誤會牠 所以像這樣的狗狗焦慮的問題 可以減得很低 因為牠會想辦法讓自己舒服一點 其實大小便的確是一個 很好紓壓的方式 是不是從小就有玩大便的紀錄 就比如說以前就在一個圍欄 或是某一個區塊 那牠無聊大了便之後 牠就可能會在那邊把大便 以前我剛剛養牠 對 所以當牠現在心情一不好的時候 那牠想到的方法 就是以前小時候的方法 然後牠就找了一個非常大便 然後大便 然後開始就 所以可以帶出或是可以賠就賠沒有問題 但是一定要有一些時間讓牠可以學習獨處 獨自休息 我老公秉持著 不吃飯會餓死不晚也會無聊死的一個信念 就是無論我們在內什麼 牠還是要帶牠去什麼狗公園 帶牠去跑 去衝 然後狗公園一定要去大型狗區 大型狗 因為牠覺得Tuffy在小型狗那邊 很無聊 小狗太無聊 對 出去玩以牠的狀況 又加上身體狀況 我們都建議 其實散散步走走就好 盡量保持穩定才是好的 尤其是發痘牠們非常執著 所以今天有可能我們出去散步 不能玩 大家看到狗牠就很激動 牠就會一直想去 牠平常不叫 可是如果牠看到狗在別的地方可以玩 牠就會 牠就會受不了 牠就會開始哭 其實像這樣牠本身的壓力就會大 那另外呢 爸爸非常的疼我們Tuffy 所以可以的話 自己要獨闖 有時候牠很可憐的來看你 找裡面要假裝沒看到 或者是你真的想看牠 偷偷的看 眼神不要對到 因為牠現在準備三歲了 再往上一點的時候 狗狗的情緒壓力 都會跟現在不一樣 年紀越大壓力累積的越快 可是釋放的越慢 所以盡量我們減少 讓牠有壓力的機會 是比較好的 好 喜歡我們的頻道 歡迎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熊爸Google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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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來 我 salary 好 拜拜 好 拜拜 好 拜拜 狗狗的清潔 照護非常的重要 尤其呢 狗狗的耳道的乾淨清潔 是我們必須要做的事 今天呢 就來介紹這個好的洗耳液 毛季洗耳液 它的酸碱度非常適合来清洁狗狗的污垢 甚至调整狗狗的耳道油脂分泌 能够让我们的耳道健康 而且清洁的相当的干净 真心推荐毛吉喜耳艺给大家